我们就来看哪些手面向的女人 容易为子女家务来超凡这样 对 我们说什么样的女人 会为子女去超凡 其实应该讲全天下的妈妈 都会为子女超凡 对 因为怎么样 其实明明有时候小孩子都已经大了 她根本就不用你超凡 但是她就会一直认为说 反正你什么都不会 你应该讲说 有的小女生其实到了六七岁 她其实可以自己洗澡 但是妈妈总认为她 洗澡洗不干净 你洗头也洗不干净 有时候她会告诉你说 妈妈我可以 但是你就会觉得 你洗不干净我来 所以反而是就会 只要妈妈她就会认为自己 好像是无体铁招人这样子 就很厉害 那到了小孩子大一点 有时候连她的工作 她的恋爱 什么她都要介入 她就会认为说 你什么都应该要经过我 就同意或甚至 我看过以后你才来 所以这个都是你自己来 去愿意自己要去超凡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前天下的妈妈都会为子女超凡 那我们现在来看 有一种真的是 不超凡不行 真的就是因为儿女的关系 她真的是需要超凡的 这个不是那个所谓的妈妈 去为子女超凡的 这种人就是他们 跟子女的感情容易比较疏离一点 而且她会小孩子会频频的回嘴 哎呦 这个就是眉毛稀疏若无的 通常就是跟小孩子的缘分会比较淡一点 那小孩子有时候 就是你只要大了以后 他讲话就会慢慢就是会回嘴 以后大一点点的他已经不 什么事情都比较不怕的 甚至会跟人家 你烦不烦啊 就会 对了 那后来真的是有时候就会变成说 妈妈讲话 妈妈在后面讲 她在前面一直都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 妈妈还在那边讲 就是她不理你 这个就是因为子女通常就很容易 跟你的感情会比较疏离 所以这个你不烦不行 就是关心她接收不到 变成要讲她的话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你的 如果说眉毛比较稀疏 感觉好像没有眉毛 就是跟儿女的子女的感情外面 会比较淡一点点 那再来这种是叫做 宠爱骄纵 儿女韧性 这种的通常就是 子女的这个叫子女宫 就是卧蚕这个地方 如果她比较凹陷 比较无肉的话 通常那个儿女 这种女生通常都是会 非常对那个叫宠爱 因为你太过于宠爱 从小就什么事情都帮她做好好的 那当然可能你的子女们都是非常的优秀 但是这种的因为优秀没有问题啊 因为我们通常子女 父母都会希望说儿女会优秀嘛 但是这种的 如果说你的子女宫比较凹陷的人 通常就是子女很优秀 但是她会回过头来陷你 写你好像你不够那个格 当她的妈妈一样这样子 因为她会写你说讲话不够 就是好像没有气派 或是讲话怎么样 或是说你就看起来像装 那个叫装家人 装那个装家人 那就看起来觉得 你配不上我那种感觉 所以这样子的子女 反而是让她更觉得很难过 因为从小省吃俭用 都是为了你 给你去学什么 学英文学什么什么 所有的才艺都学了 结果到后来回来 妈妈你什么都不会 你也不会弹甘情 你什么都不会 你英文也听不懂 就这样子 那你当然就是要 通常这个就是在她讲的时候 你说当下一定要反应 因为你不反应 她以后会觉得这是对的 所以她以后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说我们说 这个就是骄虫 骄仲 你纵容她 到后来就会更严重 那再来有一种就是 哇 烂瘫一堆 让你超缓不断 这种就是人中 她是上下比较狭窄 中间比较宽 而且会就是感觉中间比较宽 但是就是比较平 没有很深 像这种人中的女生 通常她的小孩 有时候就是从小就是 很小就会跟人家学抽烟 或是说什么嗑药 或是甚至家里根本就是钱一堆 但是她还会去做偷窃 这种种这种行为 有时候那个偷窃 可能就是为了要引起你的注意 但是有时候你其实 也是一直在关心她 那可能你们中间的那个关心点 不太正确 所以那个timing可能不合 那就很常常就小孩子要的你给不 你没有给 那小孩子不要的你就一直给一直给 所以说变成中间的一些差别性 所以很容易造成这个小孩子都 产一些祸 那可能小时候闯小祸 到了大一点的闯一些大祸 让你常常要到去 派 我们讲说分级啦 派所啦 去找 去保人这样子 所以让你很操还 这个才是真正就 为止你们去操还的这样子的印象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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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